作词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老叶 今天是7月9号了 昨天晚上在房车营地录影了一个晚上 非常好 这边是我住了这么多次的房车营地 是最安静的一次了 就等于说是在非常非常的那个荒凉一样的那个荒野吧 然后非常安静 什么声音都没有 睡得特别舒服 然后呢 我今天要去那个国门警局吧 就是哈萨克斯坦那边 去看一下 不过我昨天听那个隔壁的那个大哥 他说 那边其实没什么就是买买东西的 然后还有就是90%是咱们中国这边的 剩下的可能10%都不到这 是他们哈萨克斯坦那边的 反正尽量都到这边了去看一下嘛 对吧 好像那边买东西是比较便宜的 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比较贵吧 然后去那边看一下 好了我现在先起来收拾一下吧 他那边是9点钟开门现在是8点多了 我收拾好了可能 反正我现在有点迫不及待的去那边去看一下 好了好了赶紧起来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好了装备已经收拾好了 现在去先办个证 然后再进那个国门警局了 刚刚我看到那边都排在那个后面了 现在没有了 排队哦 看一下 人还是挺多的哦 有护照的话就不需要办这个了 这个应该是临时的那个护照 15块钱 合作中心区案件办证大 那边进去的比较快哦 那边进去的比较快哦 你看都后面都没有排队了 基本上没有了 然后这边的话已经大概20分钟了 还走这么一格 然后这边到那边还有大概差不多50米吧 哇这个得还有什么时候 得两个小时吗 可能得要两个小时左右 好了好了终于进来了 好了现在拿到这个临时的出入鱼肉 好了现在拿到这个临时的出入鱼肉 附近的那个那个那个证件吧 那个证件吧 就是临时的户口吧 现在准备出国了 应该是往这吧 有点激动哦 第一次出国 前面那道铁门过去好像就是哈萨克斯坦了 应该是这样的 好像就是我一只脚可以踩到中国这边 然后另一只脚就可以踩到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 好像是这样的 有一他有一条线好像刷卡无障碍示范区 对这边好像就是了 免税城哦 这边还是国内还没到那个那边 哇怎么这么大啊 跨国大道在一公里啊 原来还在前面 哇他们自行车也可以骑进来啊 这里好大呀 我摩托车能开进来就好了 几下就撞变了 霍尔果斯中国文化馆 红色的 啊我现在在这个位置 还有热气球 太大了 看着又不是特别大 其实很大呀 往人多的地方走准没错 哦 软绕着我有点云土专项 应该都在那边啊 这边也是一个购物的 那么多购物的我都不知道上哪里去买的 其实我就想买一点那个哈萨克斯坦的那些东西啊 不知道在哪里买的 俄语啊 啊 达瓦里桶子 达瓦里 还有电兵车 摩托车 哎哟 哎呀终于找到了 最热闹的地方应该又是这里了 哎 转一圈啊 这边都免生电 安检通道 哦 那边好像就是一脚 一脚踏两国的那个 那个一个点吧 最想去的就是就是那个地方 前面不远就是哈萨克斯坦了 去那边看一下 一脚踏两国 好像那边很多的都是哈萨克斯坦那边过来的 哈萨克斯坦凯迪拉克车 加长版的 老外 老外也骑吉安特 哦 你看这边好多的那个哈萨克斯坦的那个车子 这是他们那个出租车 你看是这个样子 哇这个是 多少年前的那个奔驰啊 这边好像就是哈萨克斯坦了吧 但是没有写的那个 一脚踏两国那个 在哪里来的 在哪里来的 这个是哈萨克斯坦的公交车吧 或者是旅游车啊 哇 我想找个厕所找不到 哇哈萨克斯坦凯迪拉克加长版 这个肯定是哈萨克斯坦那边的司机吧 哦原来这个就是一脚踏两国啊你看 难怪我刚刚进到这个里面到处转就是转不到你 原来我已经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里面了 就是这个吧应该 你看 你看 这个地方就是一脚踏两国 你看 这个是我们的五星红旗嘛代表你看 他们这个蓝色的就是哈萨克斯坦那个国旗的那个颜色嘛 你看 就是这里吧你看 你看 这样 他们都这样拍的哦 这样拍的哦 我就这样拍 一脚踏两国 就是这里了 难怪我就是刚刚到处找到处找就是找 原来我已经进入了哈萨克斯坦那边 就是这样 那边呢是哈萨克斯坦的那个国会 然后这边呢是咱们中国的那个国会 是哈萨克斯坦的国会 让大家看一下 嗯 你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你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来 你看 然后这边呢 你看 是他们哈萨克斯坦的国会 是他们哈萨克斯坦的国会 出国了出国了 现在去他们的那个免税城去看一下 精英中央广场 我现在先去找个厕所 这边就是哈达克兔坦这边的免税城 小孩子吃的呢 小孩子吃的 看这种家 这些都是哈达克兔坦的哦 对对对 你不要把俄罗斯那些都给我 我都不懂 俄罗斯的这是俄罗斯的吗 哦 这价格呢 这8块 这10块 哦 这种呢 这个是蜂窝状的那种15块钱 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种 也是哈达克兔坦的吗 对对对 哈达克兔坦有这个 怎么都是巧克力 其他的没有吗 那就是一些微化 你看要不要看一下 就是哈达克兔坦这些微化饼干 这样的盒装的曲奇都好吃 都是哈达克兔坦的 哦 看这是巧克力味淡 这个饼干 这老饼干可好吃的 一定要拿一个 这个呢 饼干再拿一个这个吧 这个也是哈达克兔的 对这个是 这是夹心的 就是巧克力和原来 这些都不好包装啊 我给你装一下就行了呀 不是啊 最好就是这种的呀 要么我可以帮你快递也行啊 你这里能快递是吧 那最好嘞 我可以帮你拍照 你直接给我寄过去不就好了吗 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 中外免税香烟 哎哟 哎哟 简单的逛一下就走了 哇 哇 钻石 玉石 哦 你看这个是哈达克斯坦的警察 你看 我还第一次看到哦 他们的警车你看 哦 他们应该今天是那个 还还国骑行吧好像是 自行车绕圈套 哈哈哈 顺市啊 好了现在回国去了 火儿够了 肚子也饿了 黑烈巴 我靠这么大小一点都没有吗 这个 俄罗斯的那个面包吗 多钱一块 10块钱一个是吧 荞麦黑麦 这个能放多长时间 15天吧 15天是吧 哇这么大的 两个味道都不一样吗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吧 哪个好吃一点 这个是五湯的 这个有糖分的 这个有糖的是吧 五湯 我要有糖的 那就这个吧 可以微信哦 你是哪里人 我是哈萨斯坦人 哦 普通话说的很好 哦 谢谢 嘿嘿 给了哦 哎俄罗斯的大面包 嘿 以前最经常在视频上看到我 好 好了 现在又回到祖国了 我在想啊 既然来了 就买一个吧 再买一个吧 再买一个吧 另一种把它买了 那个黑的 那个再来一个吧 难得 难得 拿一次哦 那一种 那你给我扫一下 那你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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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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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尾巴 有一个 给了啊 那个给我拿一个 那个长的 袋子 再给我一个吧 袋子 那个他俄罗斯的那个大白兔 那个什么雪糕好不好 好不好吃啊 好吃 好吃是吧 哦那我去尝一下 好像那边没有 只有这边哦 那我去尝一下 哦 哦这个叫 荞麦无糖 什么 大猎疤 糖大猎疤 大白熊雪糕 大白熊雪糕 再买一个呢 哪种好吃 那是这种 这种好吃 特色的 那就这种 就这种吧 三拼 多一个 这边都是25的 行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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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拼的吗 还是要这个 这个应该要火气了 大小都一样 这个好吃一点吗 这么小啊 这么小 这不免税的吗 怎么还这么贵呢 免税的我们这边 俄罗斯的 对 人家上家里面订的就是这个价格 5米高 对 对 对 尝一下这个俄罗斯大白熊 这个我估计 顶多也就 五块钱一个吧 有点贵哦 我还以为俄罗斯的分量很大 没想到也不大呀 就是它那个面包分量很大 二楼 味道确实还可以 就是它这个皮不是脆的 他们是在这里骑行 难怪今天这么多自行车都进来了 准备要开始了 开始了 好 还有3D车来跑了 3D车怎么可能跑得够公路呢 哈瓦夏克餐厅 这个好像可以哦 应该是哈组的吧 哇 哇 锅油拌面有吗 没有现在没面啊 没有面吗 没有面吗 爪蒜 爪蒜 爪蒜来了 30块钱 好像还要抓一点它这个 胡椒粉撒来上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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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啊 我不是特别喜欢吃抓着 但是 吹是饿了 但是 吹是饿了 这人是越来越多了 然后我现在回去了 去塞里木湖那边了 好 哦 跨国大道 极限飞球 原来是从这边回的 现在是中午时间的十二点多了 没想到这个人又更多了 你看 全部是在排队 你看 我是回来了 你们慢慢排吧 哈哈哈 天哪 这么多 哇 想不到在这里 这个 尝一下 先尝一下送来 是这种吗 那是红炒 尝的是泥金炒 不是我 尝一下 我想要买这个 哇 都是肉 哦 嗯 这种有没有 这有 不是我尝一下 这个没有吃起的 哦 这多年吧 25 就 炒炒菜也可以吗 炒菜用这种 这种呢 这种也行 工厂 来吧来吧来吧 啥呢 我记得 他们网上在买的那种 好像很大的 有大的 不是不是 啊 就是这样一透明包装的 这个也很好吃啊 好